以前我們都說 師父領進門 修憲在個人 現在這句話不夠用 領進門之後 更重要的是要不斷的學習 所謂師徒制不是一般的拜師典禮 而是真的是功夫要完成 這個是我們要落實它的意義 四位來自慈濟大學傳播系的學生 恭敬向自己的老師奉茶 老師也回禮送上一本書 彼此的互動充滿濃濃祝福和期許 今年是第五屆師徒制 學生未來有機會提早到業界實習 畢業之後還可以無縫接軌 直接到慈濟人文職業中心 來奉獻自己所學 新北市樹林區新莊泰山地區的慈濟之旅